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切割了 要切割了 别说话 认真看 希望我这一块石头无有所值 是个玻璃帽 虽然带了些飘雪 但是很水 我就知道 我赌对了 这个石头果然没有让我亏钱 这料子无论是做成翡翠镯子 戒指 或者是耳环项链 都可以卖出不错的价格 要是打磨的成品非常精美的话 最少可以赚一倍上 这下 富翁更饿了 而原本催促他赶快买下的那几个朋友 脸色都有些不好看 我猜对了哦 老宝 现在你是不是应该表示一下呀 夏浅熙当然愿赌服输 直接在薄叶白的脸上亲了一口 看到左边那个石头了吗 我赌他会亏本 如果我赌对了 这一次是不是必须得亲嘴巴了 就在夏浅熙百般无语的时候 刚好博业白口中所说的 那个会亏的男人 买下的石头竟然被切开 就在所有人都很好奇的时候 这一块石头已经被切开了 我的钱 我的两个亿 你们这些骗子 专门骗我钱的 把我的钱还给我 石头我不要了 这位先生 您先冷静一下 赌石赌石 愿赌服输 如果每一个石头 都能开出上好的翡翠量子 那么赌石也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所以 骗子 你们都是骗子 你们把我的钱还给我 这个男人还在继续嚷嚷着 只是很快 就被维持场内秩序的人 给扔了出去 你又输了 老包 明明说好的是亲一口的 但是到了后来 竟然直接吻着夏浅熙 抱歉 一是情难自尽啊 伯先生总是这么的情难自尽的吗 是啊 我很想问问 为什么伯太太总是有让我情不自禁的能力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啊 从前有一个书生 和未婚妻约好 在某年某月某日结婚 到那一天来 未婚妻却嫁给了别人 书生受此打击 一并不起 这时路过一游方孙人 从怀中拿出一面镜子 给这个书生看 你猜 这个书生从这一面镜子里面 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自己虚弱的模样 书生看到了茫茫大海 一名遇害的女子 一丝不挂地躺在海滩上面 路过一人 看一眼 摇头就走了 又路过一人 将衣服脱下 给女士盖上 也走了 再路过一人 过去挖坑 小心翼翼地 把女士给掩埋了 那个孙人告诉书生 那一具海滩上的女尸 就是你未婚妻的前世 你是第二个路过的人 曾给过她一件衣服 她今生和你相恋 只为还你一个钱 但是 她最终要报答一生一世的人 是最后那个 把她给掩埋的人 而那个人就是她现在的丈夫 所以 你想要告诉我 我上辈子把你埋了 所以这辈子 才成为你的丈夫吗 谁知道呢 我只是觉得 这个故事其实还挺不错的 我们 有着累世的音乐 不仅仅是上一世 而且下辈子 下下辈子 你依旧是我薄叶白的妻子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那我还必须要 给你证据看看咯 男人骨节分明的手 解锁屏幕之后 便翻出了一张照片 让夏浅熄看 画着淡妆的脸上 此刻满是一片不敢置信 甚至有种 出现幻觉的感觉 因为手机屏幕里面 出现的竟然是 民国时期 军阀跟军阀太太的照片 而这张照片里面 男人的五官 跟薄叶白很像 女人的五官 跟夏浅熄也很像 这是 这是我们薄叶的祖先 已经快两百年左右的时间了 我也是在无意中 发现这一张照片的 见到你的第一眼 我就知道我这辈子 注定要跟你纠缠在一起 浅熄 我们有这类似的姻缘 你休想逃出我的收场心 就在两个人拥抱在一起 享受着甜蜜时光的时候 没想到 耳边却传来了嘈杂的声音 夏浅熄跟薄叶白 将同样的目光 落在了大厅里面 薄叶绝 本来就是一个 不会低调的人 而如今她的脸上 还带着非常顽阔的笑容 夏浅熄突然间 就浮现了不好的预感 尤其是在薄叶绝 面前站着的 是蓝木贤 不好 我觉得你弟弟 跟蓝木贤 又打起来了 随他 你这人 等到夏浅熄跟薄叶白 走到薄叶绝的身边的时候 果然 薄叶绝跟蓝木贤 两个男人之间的战火 已经上升到了嘲讽阶段 都说女人如衣物 偶尔少这换衣服的速度 未免也太快了些吧 前不久还跟大嫂偷情 现在立马就换了 另外两个女呢 我很期待你死在 女人腿中间的那天 我死在女人的腿中间 也比你死在自己的手上强 咱们都是半斤八两 谁也别说谁 老伴 你们刚刚是不是看上了 这一块石头 我今晚帮你们买下来 你们说好不好 这块石头是我们先看上的 你要是想买石头 这个大厅里面这么多石头 你非要买这一块 你先看上的 那你付钱了吗 这块石头上面写了你的名字 我过来就是付钱的 哼 不管他出多少钱 我都以高出他们价格的一毛来支付 宝熙爵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你还不清楚 整个岛屿都是我们家的 我在我们家的地盘买一块供应商的石头怎么了 这位先生不好意思啊 我打算将石头卖给伯二少 我们还有很多质量上乘的石头 您可以 我出十倍的价格 而正朝着薄熙爵靠近的夏浅熙 却被伯爷摆给拦住 看看情况 不管这俩人的价格出到多高 我永远都比他们高出三十倍 都说伯二少是败家子 如今白文不如一见 这个混世子 忽然比传说中的还要败家 这要是人家故意坑他 把价格提高到几十亿几百亿 难道他也会付钱吗 谁知道呢 据说博士集团富可敌国 祖辈可是世世代代富甲一方的巨额 我不是还听说 博家曾经有一代王虎将相 世间就为自己建了一个陵墓 而陵墓里面可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矿山 那可不 我也听说了 我家不仅有陵墓 还有隐藏的我们不知道的巨大财富 以前有人甚至见到了他们 拿着几千万的古董 专门盛放水给宠物喝 可再怎么有钱也不能这么任性 这钱又不是大风瓜里 你懂什么 人家又不缺钱 一出生的使命 就是不顾一切败价 陆秦霄这个男人 就是故意跟他抬杠的 其实现在只要薄熙觉 放弃购买石头的念头 那么他可以将亏损降低到零 然而如果他放弃购买石头 等同于留下一个笑柄给所有人 好大的口气 三十倍是不是 那我花一百亿的价格去购买这块石头 你想要的话 那就拿出三千亿啊 三千亿就三千亿 你以为我是下大的 包二少 这石头